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肥肉改为花油网包裹 使其分布更为均匀 再后来 御菜大师陈进长先生再次进行改良 加入笔器 更显得这道菜软嫩爽脆 御菜大师陈进长徒弟众多 其中出生于中国厨师之乡长远的陈国富 堪称种地子中的佼佼者 陈国富1989年在厨师之乡长远 学习烹饪技艺 2002年曾代表河南 参加央视满汉全席厨艺大赛 凭借三道经典芋菜一举夺魁 陈国富创办陈师傅餐饮有限公司 为复兴芋菜起到了积极作用 陈国富深得陈进长大师口传心寿 引会芋菜五味调和至味适中的精髓 不仅严守芋菜制作药领 并且不遗余力进行推广 锅贴豆腐选用上好虾肉、大肉、鱼肉、 豆腐、花油网、白菜叶 辅料有蛋清、粉馅、大油、葱椒泥、姜米、盐、味精、料酒等 先将准备好的虾肉、大肉、鱼肉切碎 用刀背砸成泥状 豆腐用刀按成泥状 放入辅料一起打匀 上进成糊状 再将准备好的花油网摆在一个平板上 适当地撒上生粉 把打好的糊均匀地抹在上面1.5厘米后 再将白菜叶铺在糊上面用手包成长方形 上笼蒸透取出后均匀地抹上蛋清糊 放在锅里进行煎制两面金黄色 切成12块 放在专用成器里摆成马鞍桥形状 锅贴豆腐 荤素搭配 营养合理 少油少欠 软香利口 成品色泽金黄而酥胶 入口即化 高蛋白低脂肪 福以椒盐食之 别有风味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由于河南经济发展放缓 使得玉菜在餐饮市场也遭受到很大冲击 但是沉浸厂大师一直不忘初心 致力做好玉菜 带领徒弟们不断改良锅贴豆腐 使得此菜香而不腻 软嫩爽脆 终于改良后的锅贴豆腐 受到了更多食客的赞赏 成国父创办成师傅餐饮以来 就把锅贴豆腐作为成师傅的主打菜之一 并多次带着锅贴豆腐参加各类厨艺大赛 屡获殊荣 为把锅贴豆腐打造成新时代的玉菜招牌菜 成国父做出了重要的传承贡献